再來我們來看到這一件事情 恐怕也觸及到了很多國安單位的警報 心中的警報也跟著大想 為什麼呢 原來是有澎湖的漁民是要調小管 沒有想到卻看到了另外一個大管 這個大管是什麼呢 就是共軍的核潛艦 甚至當核潛艦浮上水面的時候 還發現旁邊有軍艦辦戶 所以很多的漁民趕快直接手機拿起來 就記錄一下當時的畫面 隨即也馬上遠離 不過事後了解這艘潛艦浮上來的範圍 是屬於中國大陸的領海範圍 大型規背肉眼清晰可見 彭文明18號清晨5點 出海進行捕撈作業 竟然遇到中共潛艦 看到對岸潛艦浮出水面 所以是把廣播交流處理 為了安全 如果是盡量派開 比較安全 鐵險漁民盡量避開 因為根據外型推斷 這艘潛艦 應是中共094彈道飛彈核潛艦 服役自2008年排水量超過1萬噸 艦上可攜帶12枚巨浪三型飛彈 顯眼的舊型規背設計容易產生較大噪音 不過094核潛艦之所以浮出水面 一度被懷疑是在進行故障排解 前海軍艦長卻不這麼認為 第一個台灣海峽水很淺 大概平均的深度都是不足150公尺 下潛他也是在潛望盡深度 才能夠確保他的安全 而且不會觸底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其實很容易被收集到 他的一個聲文資料 也就是說會浮到水面之上 或許是基於勤手考量 TVB的陳真劉宜君諜峰 台北澎湖報導 不過到底為什麼這個潛艦會上浮 不同專家有不同的看法 剛剛看到了這個專家說的是 擔心這個聲文被蒐集 我們再來看到其他的專家 是怎麼看的 包括是淡江大學的助理教授 林穎優就說了 因為這艘潛艦 主要部署在解放區的北南部戰區 再加上台海本身就不是 他主要的任務部署的海域 所以他認為說 降上浮的狀況其實是非常罕見的 再加上軍艦辦航 恐怕是在航行上出了問題 但是國防院的所長蘇紫雲 蘇所長則有不同的看法 他說其實可能有三項不同的情境 第一個就真的是故障了 技術性的故障 還有因為海底地形的改變 因為潛艦吃水的這個幅度 是比較深一點的 還有有沒有可能是 中共刻意在秀肌肉 他點出了這三種不同的可能性 但是他說 這個次這一艘的潛艦 可能是在返航進行 例行維修的狀況之下 並不是刻意的來針對台灣 只是剛好被漁民所拍到 不過為什麼這一次的核潛艦 會讓大家這麼受到關注 主要我們要來看到它的基本資訊 它是中國大陸現役的核動力潛艦094型 當中全場是來到133公尺 可以潛航到水底300公尺 當中有6組的魚雷發射管 可以來到12枚的魚三型魚雷 還有這個12枚的巨浪2 潛射彈道飛彈 射程來到了1萬公里 所以說因為它的射程是比較遠的 所以被美國認為說 是一個本土的外來威脅 但是從外型上 其實專家也說 它有這個規背設計 為什麼會有這個規背設計呢 主要是可以讓它搭載更多的這個彈道飛彈 當然戰力也會更加驚人 目的當然還是要對標歐美的現役戰力 像是美國的俄亥2級的潛艦 還有英國的先鋒級潛艦 甚至俄羅斯的北風之城 以及我們剛剛說的英國的先鋒級潛艦 其實都是它希望可以追上的目標之一 但是我們要再來看到的是 針對這個潛艦 漁民看到的第一個反應 除了嚇到之外 是趕快拿出手機拍下來 為什麼 因為其實拍下來 竟然可以拿到獎金 如果在今天 這個軍民合作的狀況之下 漁民當然是非常重要的前線 如果今天在24海里之內 像是有軍艦啦公務船等等 如果你拍到的話 至少都可以拿到2萬塊起跳 但如果是在24海里之外的 包括是中國大陸還有其他國籍 像是軍艦啦公務船 還有科研的船舶等等 可以領到1萬塊 對很多的漁民來說 但是不如小補嘛 但是這個當中的規定 也規定的非常深 像是第一個你要有照片 有位置還有懸號以及艦型等等 其實都要拍得非常清楚 通報船長的國籍 也必須需要本國籍 中華民國國籍 而且這個動作也非常要快 是第一艘回報者 當作優先選項 所以很多漁民看到這樣子的船艦 第一個反應是拍下來 這次海軍貼在漁會的海報 呼籲漁民出海 又看到船艦 麻煩幫忙拍照通報 匯發獎金給你 有人真的領過錢 我聽了兩三次 在台海中線附近作業 湊巧發現軍艦航行 海軍的獎勵辦法 是若在我林街區 24海裡內拍下中共軍艦 就能拿三萬 大陸公船和其他國家的船艦 有兩萬元 若在24海裡外 則疑慮一萬元 但不是拍下回報就好 情報要有船的缺陷位置 先耗艦行 通報的船長要是我國國籍 而現以首艘回報者為優先 我們一般都會觀測到旁邊 有我們的軍艦或者是海軍伴隨 這種就不會有獎金 軍事粉專去年曾貼出 6月底和12月拍下的俄羅斯 和中共軍艦 可海軍海巡早就盯著 這些就不算了 來看看海軍近五年成功 發了多少獎金 最高峰落在2020年借貨15件通報 發了16萬元 2019年至去年全部為軍艦 澎湖的漁民發現這個前艦 那根據海軍的這個獎勵辦法 又有媒體說可以拿到3萬 那這樣到底 詳細的詳細的 詳細的確定我想會 由葉克蘭南回來主責好不好 認定以後我們會做錯 對 軍民合作也是好事一裝 畢竟捍衛海疆人人有責 TVBS新聞林宇辰 劉婷婷 聽得不懂 再來呢我們要來看到 是烏克蘭和俄羅斯 目前最新的戰事進展 但是時間我們可能要往前退一下 要來看到是發生在 今年2月份的時候 俄羅斯的A50預警機 竟然是遭到了俄羅斯當中 他們所部署的愛國者飛彈所擊落 在這一次的攻擊在事當中 還有防守的狀況當中 也造成了10人死亡 而在最新的進度是 現在俄羅斯他們首度承認說 沒有錯我們的A50預警機 的確是被烏克蘭打下來的 但是他們也補述了一些內容 他們強調說這個預警機 第一個他沒有武裝 而且飛行在俄羅斯上空 當時沒有直接參與所謂的軍事行動 所以他定調在這一次的事件 是一個恐怖的攻擊事件 因此他們來通緝烏克蘭軍隊的 138防空旅的旅長賈曼 認為他應該要負責任 但是這一次的A50預警機被打下來 當然對俄羅斯來說是非常傷的 為什麼第一個俄羅斯手上 擁有的預警機也不多 不到10台 再加上真的造價非常昂貴 造價來到了3.5億的美金 等於說換算成新台幣 就是113億了 他可以幹嘛呢 可以偵測防空系統 甚至也可以來協調戰機目標 以俄羅斯手上擁有的這個基數 還要造價這麼昂貴來說 被打下這一架 的確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傷的 但是現在俄羅斯總統普欽 也對外希望可以儘快的獲得了更多資源 包括金正恩北韓的領導人 就邀請他到了北韓訪問 從今天明天這兩天 就是他待在北韓平壤的時間點了 俄羅斯這一次預計 會跟北韓領袖金正恩討論什麼呢 當中現在有消息傳出來 第一個當然還是要承諾 雙方堅定不移的支持北韓的立場之外 也要建立不受西方控制的貿易安全機制 等於說俄羅斯也在自己 還有幫北韓建立一個貿易的安全網絡 不受到西方的控制 甚至最重要的是這個 就要計劃簽署新戰略火戰關係 而且呢這一次的關係 恐怕跟往年比起來會再度上升 因為北韓或是朝鮮跟俄羅斯 從過去的歷史來看 包括是在1961年跟2000年都有類似協議 但是呢因為時代已經久遠了 所以他們預計把這樣的協議再度升級 但是會升級到什麼程度 當然還是要看等到出訪第二天的時候 才有辦法知道確切的內容 但是南韓當然非常緊張了 他們的情報安全部門就玉書姑說 這個俄羅斯跟北韓恐怕會建立所謂的緊密的軍事合作關係 尤其現在南北韓的態勢非常緊張 以及俄羅斯跟烏克蘭本身還有戰爭的情況出現 所以現在他們擔心說 這兩個獨裁國家可能靠在一起 對西方民主聯盟來說又是一個更大威脅 甚至當中這一句會讓大家覺得比較緊張的是 有事的時候自動的軍事介入 這代表是如果今天北韓或是俄羅斯有事的話 另外一個國家就會幫忙嗎 當然這樣子的一個言語會讓大家覺得特別的緊張 當然到底到時候朝鮮北韓或是跟俄羅斯雙方怎麼樣來談 就要看之後他們所簽署的聯合聲明了 但是同一個時間我們剛剛也提到說 有其南北韓 朝鮮半島現在的情勢也非常緊張 甚至最近還不斷出現北韓軍人平平業界的狀況 外界都猜測說他們很有可能是因為想要買射地雷 而出現迷路的情況 出動挖土機一旁多名士兵監工 北韓被發現從4月開始在非軍事區秘密動工 據傳因為要設置地雷導致多名士兵傷亡 另外架起的反坦克屏障 目測高4到5公尺最寬數百公尺 引發南韓專家關切 難道要在朝鮮半島設實體界線打造另類柏林圍牆 另外周二又有20到30名北韓士兵跨越軍事分界線 南韓軍方再度鳴槍警告驅離 而這一天北韓正準備迎接貴客來訪 俄羅斯總統普京到訪平壤前 俄國官媒大力吹捧北韓 除了要合作力抗西方國家 普京此行要的就是彈藥 俄羅斯總統普京到訪平壤前 俄羅斯總統普京到訪平壤前 俄國官媒大力吹捧北韓 除了要合作力抗西方國家 普京此行要的就是彈藥 北韓想交換的似乎是俄羅斯的先進 衛星技術還有躲避制裁的現金 美國擔心朝俄建立不受西方限制的軍武合作協議 因為未來如果北韓開戰 俄羅斯有可能在背後撐腰 TVBS新聞走不到 TVBS的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